两种,一种我们先来看一下按钮 按钮当然第一个我们是直接按下去 它自动帮我把刚刚的公式直接输出到指定储存格 然后按下它,OK 第一个,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而且前面写的还蛮多,程式就三行而已 第一个的话,我们来把它看一下 直接,一样在VBA环境下 记得一样先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呢,我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我叫月考 叫公式,月考公式好了,等等 OK,按确定 再来的话,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十三列 所以这边十三 到从 A 十三向下追踪 所以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我想这个写的还蛮多 而且我特别强调说 你侦测的话,最好先确认一下 Ctrl 向下,会不会停在这 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可能要确认 你如果底下,像这边本来好像 你如果没有这个空白列 假设啦,原来是黏在一起 那如果你用Ctrl 向下 你会发现会多一列 那当然你有几种方法 就是要不就是你怎么样 插入一个空白列 把它的资料隔开来 就是它跟这个说明隔开之后呢 当然它就不会卡住了 另外一个就是干脆把底下的东西删掉了 反正就是不相干的东西不要放一起 这个才叫一个范围 OK 所以向下追踪之后的话 那我们得到什么 得到它是哪一列 那我特别强调 你可以点下去 这边其实都会自动提示 所以你可以用选的 后刮虎上下左右去选 向下追踪到的那个什么呢 列有没有 那你直接用选的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你用选的 那保证不会错 因为它里面提供给你的 那如果你自己打的 反而比较容易出 因为之前呢 其实这程式并不复杂啦 可是有同学就自己打 最常出现的错误是这个 XL常常打成1啦 这个是XL 而且最好是真的啦 还是用选的啦 选的真的是一劳永逸 保证不会错 所以尽量啦 那以资料里面很多地方呢 都可以让你用选的 那我们要输出到哪一栏呢 输出到I栏 假设我这一个I栏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SELOS ID的I栏 写法我想前面都写过 输出这个公式到那个出称格里面 所以我的习惯先打双引号两个 然后怎么样呢 把公式贴过去就好了 那只要你按照那个标准SOP 基本上它写出的几率 几乎是等于零 有没有 其实我 这东西其实啦 你只照那个标准流程 那你可以先贴上去之后 让它run一次看看 如果run没有问题 那表示OK 再来修改什么呢 我刚刚讲了两个原则 第一个里面 里面哦 里面有没有双引号 没有 所以不用管 第二个的话呢 把那个列号改成I 那怎么知道这个列号要改不改 其实有个简单的原则 点这边跟点下一个 如果有变更的 那就是需要改的 有没有 13 点下面 14 这两个 OK 也就是这两个 你把它改成I就好了 改I的原则我前面也讲过了 有没有 口诀就双引号两个 一到中间 end两个 再一到中间 打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end前后 加上空白 改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一招其实 还蛮好用的 然后再把这个 贴到 这个13 因为做法一模一样 你不用同做了 这样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 直接再把它怎么样 执行一遍 有必要放这里面 按上面的执行